今天我有一个新尝试 就是领汁清酒鱼 我在超市买了很多急冻的白鱼鱼柳 它真的没有骨头,摸下去也没有 我首先开冰,开完冰 一向这样做,吸干水分 抹干水分之后,我用少少盐 1茶匙盐 一路落,一路搓搓,按摩鱼身 然后用1茶匙胡椒粉 又是这样,按摩一下 最后,加半茶匙姜汁 1.5茶匙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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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然后用手搓匀 搓匀,四面搓一搓 那这泡干水分之后 淀粉何用��色分之后 要现在粉会再酱 grand 因此, perspectives,我们用逼中火热0.5茶匙 产生锅,加3汤匙麻油 在等锅热的时候准备酱汁 用1汤匙的柠檬汁 然后2汤匙清酒 这是料理用的清酒 再加入1汤匙生抽 1茶匙糖 普通的白砂糖 拌匀 整个材料很简单 我这里有350克白鱼 急冻鱼柳 开了冰、腌草 另外半杯九层泡 和六条小米椒 就去了一款 我会加入1茶匙的冰糖 煮熔冰糖 煮一下煮一下 现在冰糖开始用了 我先搅拌一下 搅入麻油 然后放2个鱼柳去煎 然后将我先做好的好的酱汁 倒入煮 下6条小米椒 下了小米椒 下了小米椒 再盖一会儿 盖一分钟 很快就一分钟 因为本身的鱼柳很薄 所以它很容易熟 关火 将半杯九层塔 灑上去 然后将橙汁切迟 鱼尾火 關火 然后盖上生火 盖上 volunteers 盖兩分钟 很快就一分钟 什么? 你们可以浸试 好香 韭尘塔 这样已经酱了 又可以加点 又简单又如果不可以用白鱼柳 鱼柳叉 mar coerc 看鱼柳的厚薄 鱼柳比较薄 分开了2条350g 所以我刚才煮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大家试试吧